大家好 我是長沙灣分區指揮官 林沛姆處理警司 在我身邊這位是深水埗警區重案組主管 楊振宇高級督察 今天我會就著一宗 猜猜我是誰電話騙案的拘捕行動 向大家作出一個簡報 在今年的11月9日 警方接報 一名女子稱她家人她媽媽 收到一名男子的電話後 衝衝離開了家 懷疑她受騙所以報案 我們深水埗警區 接獲舉報後 長沙灣分區特遣隊人員 立即陪同報案人 在長沙灣一帶進行掃蕩 掃蕩期間發現受害人 正在英華街 正與一名男子進行現金交易 特遣隊人員立即上前制服 及拘捕一名報稱無業的34歲本地男子 我們在名疑犯身上 檢獲一個 再有港幣6萬5千6百元港幣的交袋 及3萬5百元港幣的現金 是有報紙包著的 還有另外2萬2千元的港幣 及三部手提電話 調查後發現 受害人 是收到一名自稱是兒子的電話 報稱自己是因為受到刑事的案件 被警方拘捕及扣留 要求受害人去指定的地方交取保釋金 受害人於是只收到信循指示 就去到指定的地方 將現金交予人 好 現在我們就交給深水埗警區重案組主管 楊振宇高級督察 講述這個案件的調查 及給一些防騙的貼士給大家 大家好 以下下來的時間 我會和大家進行一個 有關於這宗案件調查的簡報 在我們深水埗警區重案組 接手調查這宗案件之後 我們聯同警區的情報組 翻查了案發位置附近的閉路電視片段 發覺我們所被捕的這名疑犯 涉嫌是同今年的11月4日 到11月9日 當中5宗相同類型的案件是有關的 而受害人的年齡 是介乎72歲到89歲 當中涉及的失款 是達到港幣約27萬港元 這一名被捕男子 然正被我們警方扣留調查 在這裡 我想值這個機會 給大家一些防騙的提示 第一 第一 這些騙徒通常會針對一些年紀較大的老友記 所以警方在這裡希望各位市民 可以多些和自己的父母 或者身邊的長輩溝通聊天 多些留意和和他們分享一些防騙的訊息 亦都留意一下自己的長輩會不會有些奇怪的舉動 例如是和一些陌生人聊電話等等 就好像我們這宗案件為例 幸好受害人的女兒夠機警 她能夠及時察覺到她媽媽有些不妥 因為她和一些陌生人談完電話之後 急急離開家 而她知道事件之後 立即通知警方 令到這次事件可以及時拘捕這一名的疑犯 並且將所有的失款去找回 第二 政府部門是絕對不會主動要求市民去繳交保釋金 更加不會要求你在家裡或地鐵站去繳交保釋金 最後 如果各位市民懷疑自己受騙的 請馬上致電反詐騙協調中心24小時熱線 電話是18222 好 以後問題時間 有沒有記者要發問呢 如果大家沒問題 你當然感到會完結了 麻煩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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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